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轮毂还能开 没问题 其他的车在通行 导航 电磁干扰 急救包 总统的血样 供养设备 消防 这些都是一英俱全 咱们就不说了 车身高强度钢板 太铝合金 关键的部分用高强度陶瓷来加钱 车门是203毫米的这个防弹装甲 车窗是76.2毫米的防弹装甲 底盘是127毫米 防弹小地雷都没什么问题 什么小抬球炮啊 这个冲锋枪啊 手枪就更不用说了 一半的问题不大 所以说那基本上野兽这个专车就是一个小坦克 这个小坦克 说这凯拉克怎么这么牛啊 他怎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搞个车 跟坦克装甲车一样啊 这么牛 牛 人家那牛地方还多呢 啊 这个二战时候那P38 P40 P51 都都都他都参与过啊 都参与过啊 这个二战的时候当时1941年底吧 大家都知道12月7号啊 山北五十六 带着赤城 加河 苍龙 飞龙 翔和瑞河 六四航共鸡啊 偷袭珍珠港啊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太平洋舰队一大半的兵力都没了啊 没了以后横扫太平洋 占领菲律宾啊 东南亚 都占完了之后 然后挺进中太平洋 国际日期变更线 一东啊 这个 好多也都占领了啊 这个时候呢 逼近澳大利亚 呃 结果呢 当时 1939 1940 1941 一直到1942年 灵式战斗机 打遍太平洋 在中国战场上也是这样 根本就无敌手啊 灵式战斗机速度快啊 机动性好啊 续航时间长啊 对不对 而且火力强大 啊 当时呢 这个 呃 三门五十六和他的联合舰队 以及陆军占领中太平洋 西太平洋之后啊 逼近澳大利亚 呃 1943年的4月18号 三门五十六啊 当时 呃 坐着他的这个 转机啊 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从拉巴尔 然后飞往布甘维尔岛 当时呢 这个走到半路上快降落 快到了 布甘维尔岛了啊 这个十多架P38闪电 战斗机起来以后拦截 拦截以后跟这个六架零式战斗机空中产斗 空中产斗呢 他们都去打仗去了 结果三门五十六的座机呢 落单了 成了光杆司令 没有人保护他了 这个时候在第一空盘旋的两架 美军的攻击机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 一阵机炮就把三门五十六这个飞机给 击毁了啊 这个十一个人啊 击毁人亡 三门五十六死了之后 整个二战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啊 你看 大家知道 这是P38啊 P38战斗机 第一次超过零式战斗机 而且把三门五十六给打死了 而三门五十六打死以后 就证明太平洋战争一个重大的转机 啊 以后日本就完了 结结败退了 这个前不久 三月 三月份吧 三月上旬 我到昆明去讲学啊 我说到滕中去看看 因为那个中国远程军呢 啊 还有这个托风航线呢 啊 我降落的那个机场 滕中那个机场啊 就叫托风机场 就当时托风航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就是从卡拉奇啊 啊 从巴黎斯坦那块美军的军用物资的呢 卸了卸了 又通过飞机 然后往云南啊 昆明那块运啊 陈纳德呢 当时 呃 1937年 当时就来华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前前后后八年抗日战争 他最完整的参加了 这么一期人啊 啊 这个开封了 这个开辟了这个托风航线 一开始他组建了第10航空队 以后14航空队 他担任司令啊 空军少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P40 P51啊 来回飞 最后击落日军2600多架飞机 你看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三个 一个是把这个356给打死的P38 哈 再一个就是陈纳德的P40 P51 这三个非常著名的二战时间的飞机 这里边175个关键性的零部件 都是凯迪拉克公司中啊 这个 由于这个发动机啊 性能卓越 比方说P38 它是双引擎的 双引擎的 在二战当中叫双发恶魔啊 机动性非常超过零势 那所以说你看这个 凯迪拉克在二战时间 他搞了这个发动机是非常牛的 尤其那个P51 P51外号就叫空中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现在买他也都跑啊 实际上大家说 二战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啊 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啊 为太平洋的反法一次作战啊 还是供下了非常大的力量 大家可能说 这凯迪拉克他不就是一汽车厂吗 一汽车公司吗 一汽车吗 怎么军队的这么多高科技黑科技 他都能用 这不保密的吗 军队那些东西啊 能保密的吗 对不对 你看那个 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那野兽啊 那个总统专车 那个小坦克似的 那地面的机动堡垒 你说他上面用的全是军用的黑科技啊 那总统的专车那肯定是用了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就是他这个 由于他二战时候他参加了好多的这种军用啊 飞机啊 这种坦克装甲车的这种设计 他养成了这种 使用军式黑科技的这种传统 一个企业他有一个企业的文化 凯特拉克他是启动的企业文化 就是把军用黑科技用到民用汽车上 这个点到 我们知道1945年二战结束了 结束以后他那种二战过程当中的那种设计 什么战斗机啊 什么坦克装甲车那种思维 还没有变过来啊 就是你比方说他的发动机用在P38上 结果呢他设计的汽车 48年的凯特拉克尔那个概念型号 他就把那个P38战斗机尾翼 他就跟那个汽车融为一体了 看车头是个汽车 看尾部 那那那就是一个P38战斗机 这个汽车和这个这个飞机啊 这个合体了 所以到现在凯特拉克尔 你这个军用黑科技到处都是啊 外形设计啊 你看霸气 你看那野兽 那总统专车 哈哈 跟台队装甲车一样啊 四面威风啊 就是说他这个军用的这么多的高科技 怎么用到一个汽车上啊 这个什么传统啊 这个企业 所以美国这个企业啊 真的是爱国主义啊 那你说美国这个这个企业 他爱国的什么程度 1941年12月7号 这个日本投机进入港 然后罗斯福总统发表赤如眼说 然后全国进入战争动员 进入工业动员 小伙子都去当兵去了 那个妇女儿童都建议什么去 汽车厂坦克厂装甲车厂 什么飞机制造厂去打工去了 全在啊 工业部门进入了工业的动员 结果凯特拉凯特当时就停产了 整个的二战器件 他再也没有生产过这个这个汽车 这全生产坦克装甲车去了啊 这个这个坦克装甲车自行榴弹炮 就搞了不少啊 我看一个报道说他当时 那个这个M5坦克六千五百五十辆 你看二战里六千五百五十辆坦克都他生产 啊 M24辖飞坦克生产了三千六百辆 V8发动机一万多台 还有M8的自行榴弹炮一千七百七十八百 你说一个汽车厂他弄这么多账啊 啊 还不是二战开始呢 一战他就开始了 一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到1918吧 当时是这个美国1917年参战 参战以后一战的时候他没有动员 他只是把汽车弄在战场上去了 二千五百辆汽车投投入到战场 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就搞了个V8发动机 世界上第一辆 而且是第一款型号的V8发动机 那到战场上不得了 当指挥车 对不对啊 啊 这个通信车啊 所以说动力强劲 越野性能非常好 所以这个凯特拉克呢 就是他 你说多爱国啊 两次世界大战 他都积极的参与到作战当中去 啊 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一直跟踪研究下来嘛 啊 1991年 海湾战争刚开始呢 有一天 这个FB111 那个时候还是 还是一个战斗轰炸机的 出去以后回来 回来以后就是到晚上日落了 日落以后 那个时候飞机上不装红啊也是啊 但是这个FB11呢 上面装有激光制导炸弹 激光制导炸弹呢 他装了一个前世红外 就是什么叫前世红 就是在飞机的前头 装了这个红外夜市 这个红外夜市不是观察用的 不是正常用的 而是给那个激光制导炸弹 制导用的 回来以后他打开 打开以后一看这个 这个沙漠里头 怎么好多坦克呢 他又把那个东西关了以后 把那个眼睛 眼睛往这个舱外一看 就看不到任何坦克 为什么一开这个红外夜市 底下全是坦克呢 他就特别奇怪 他说不行 我得扔两枚炸弹 把那个激光制导炸弹的 GBU24好像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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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爆炸以后 那坦克全翻过来了 回去时候他就跟领导汇报 哎他说太神奇了 我一拿眼睛看 看不出坦克 结果呢前世红外一看呢 底下都是坦克 我就扔两个炸弹 结果把坦克给炸出来了 啊 这怎么回事 说再拍两架F15 F15E上面装着前世红外 也装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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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微光夜市 也装着这个红外夜市仪 让他去看看 说这是带带带 带16枚炸弹 啊 带了16枚炸弹 哇一看全是坦克 16枚炸弹 扎了16辆坦克 啊 怎么回事呢 是哪来的坦克呢 啊 这个萨达姆不学高科技 啊 这个 他认为这个坦克啊 啊 这个太容易暴露了 他们那个飞机在上头 你坦克人的兔子地上跑 上面 啊 老鹰在上面转悠 太容易发现 把他埋起来 啊 埋起来就落个炮管 那个伊拉克 我是1979年1980年在那生活过啊 白天的日照温度是70度 下来 直接70度 国内带的温度就到那车 到头了 埋了啊 那鸡蛋到了以后 放汽车上一下就直接炒鸡蛋啊 一点温度没有 坦克正面装甲一米厚啊 这个70度的高温晒一天 晒一天以后埋在地下 你想想 地下以后那个地表是凉的 这个坦克是热的啊 这个地表温度和坦克本身的温度 它形成一个温差 那前世红外太简单了啊 一看就能看到啊 一看就能看到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坦克是火力 机动力 防护力 三大优点 结果萨达姆全给浪费了 来自地底下 人的被动挨打啊 全给让让让他干掉 干掉了 嗯 然后1991年 我们都知道1月17号开始的嘛 啊 这场仗 打到最后100小时地面战 2月28号结束的 到了2月27号啊 沙漠军刀行动啊 当时是在巴什拉一南 美国第七军的第一装甲士 第三装甲士和第二装甲 骑兵团 一共八百多辆坦克 M11嘛 啊 这个当时M11和M12都有啊 这个坦克上已经开始装的 美国第三代的这个 红外11了 然后 呃 苏联的这个T72啊 苏联的T72坦克是装的二代 也是一 啊 呃 T72M 当时和美国的M11 M12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主战坦克 到底谁比谁更牛 啊 专家开始分析啊 分析啊 分析呢 最后他们俩第一次 在在在 巴什拉就见面了 共和国卫队啊 跟美国见面了 见面以后呢 这个共和国卫队 拉下来200多辆坦克 对面 几百辆这个M11 双方开始进行一次坦克大战 结果一会儿就让美国全干掉了 200辆坦克一辆没剩 啊 而且伊拉克的坦克一辆那个M11 都没 击毁 说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啊 最后大家分析 就那个战俘就说 哎说你们怎么不打炮呢 他说打了呀 这打炮我们都打不中 就看那边一团火光 然后就往那打 结果最后我死了他火 怎么怎么个原因呢 原来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红外夜市啊 包括这个热成像仪 由于美国是第三代 苏联是第二代 美国第三代呢 他的有效作用距离是3000米 结果 结果这个这个 这个伊拉克买的苏联的这个T-72 这个坦克是800米 那就对方能看到你 而你看不到他 对方都一开炮你看到了 但是你打的是他那个炮 发炮的那个地方 那你你早就死了这个时候 啊对不对 因为先敌发现 先敌攻击嘛 对不对 结果你是后发之人 你就你就死掉了 对不对 啊 美国是明眼人 还戴着望眼镜 结果你是瞎子 你是盲人 啊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你看不着就打不出去嘛 现在呢 这个红外呀什么这些的设备 原来要先进多了 啊 侦察兵趴在那个山林里边 一看好家 啊 小兔子 小动物啊 老虎 狮子豹子 看清楚楚啊 清楚楚 说这些个东西 凯特拉克他都用的 他这个车啊 哎 好多都用上了 这不是设计性命啊 你好多的车用黑科技 用的凯特拉克这个棉用车啊 所以说凯特拉克在相当长的时间 他不允许对一些敏感国家出口 中国就属于敏感国家 好长时间 他这个车都不能给中国出口 啊 现在这个 城里人呢 住惯了之后 因为晚上出去以后 都是路灯啊 哪个地方都亮汤汤的 可能没有这种习惯 你到了这个野外啊 这个山里啊 你就不知道有多么黑暗 我是原来当兵一直在山区里边工作 一到晚上之后 那个夜幕降临之后 你伸手不见五指啊 我晚上老去站岗嘛 对不对 你站岗以后 那个真是对面都都看不清对方 啊 晚上只有靠星星 有月亮的时候好一点 啊 无月无星的夜晚 有雾霾 人们说阴天 下雨 这就非常麻烦 这就非常麻烦 所以这个夜视系统呢 它在这种状态下 它会不受影响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光电转换的啊 它不受影响 呃 它是把那个 呃 电信号 啊 转变成光信号 你在上面能看到 能看到 你比方说它这个 呃 卡迪拉克 大灯 辐射的这个区域 有些个小动物 你是看不着 我开车晚上特别害怕 那小狗小猫的 就怕压着它们 你看不清楚的 啊 有的时候眼神不好 晚上 你白天能够看 比方说一百米 到晚上你四十米 你根本看不清楚 啊 这个很容易出事 很容易出事 它这个CT6特高级啊 晚上以后 它这个夜视打开以后 能看八十米 八十米外 能看到这个 呃 一些一些小动物啊 或者是人呢 只要有热能的 都可以 一个小小小蛇呀 小刺猬呀的上 都清楚的 不是你眼睛看到那个地方 啊 而是它把八十米外的 红外的这些东西 它图像 就放到你这个仪表盘上 能看到这是个人 这是个小刺猬 这是个小蛇啊 啊 能看到清楚楚的 这是黑科技 这个这个就把 就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军用高科技 它叫鹰眼智能红外夜视啊 这个就就就全用上 很厉害 现在呢就是这个 我们都知道 呃 飞机 舰艇 上面都装着叫 碧碰雷达啊 当对方 一个目标 距离你多少多少米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告警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碧碰雷达 系统呢 没想到这凯特拉克 所以我就说 这凯特拉克特别逗 他就专门把这军用高科技 军用黑科技给弄过来 1959年 这都快60年前 当时凯特拉克搞了一个概念车 他把飞机上 舰艇上用的这个 这个碧碰雷达 他给装汽车上了 这个碧碰雷达在公路上扫描 在他所有的距离 比方几百米 他扫描的扫描到有障碍物的时候 他自动显示 这个障碍物 他距离你的距离 方向 然后开始乱叫 乱叫 这个 这款车当时设计的外形也很厉害 啊 不仅是装碧碰雷达 另外他好多航天的元素 啊 双体的火箭式的车身 垂直尾翼 啊 就跟飞机一样 全透明的玻璃坐舱 啊 就是要上天的节奏 一看 就是能会飞行的一辆汽车 啊 当时呢 这个车出来之后说 来找谁来给我们宣传一下这个车 啊 说我们有很多黑科技 很多高科技 搞得跟航天的 航天飞机啊 什么什么 这样的战斗机一样 最后就找了美国 这个副参部长 啊 克里斯里梅 美国副参部长是空军上将 啊 美国副参部长是空 空军副司令啊 啊 来给他们开 哈哈 由副参部长空军上将开着他们这个车 然后参加汽车大赛 说美国空军他有这个文化 空军的领导 空军的首长 全都是飞行员出身 哪一个单领出来 都是五千六千个飞行小时 你让他做后者的毕业球的话 做前途有驾驭感 事业开阔啊 所以这是文化不一样 你看人家的黑科技都找将军来体验 将军亲自啊 给你来宣传这个车啊 现在这个CT6啊 这个我去开了开他这个车啊 真是不错的 摄像头超声部啊 短距雷达 也是360度扫描 太多黑科技 我说你们以后 以后给我个机会 我到你工厂那儿 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这黑科技啊 这是多少东西军事上的用的 你这个车上了啊 这个他关键是什么什么呢 有几个特别好玩 有几个我给他总结的啊 一个就是现在咱们玩游戏 前方高能啊 前方高能 就是前方啊 你开车行驶的时候 如果前方碰到障碍物 你没有注意到 或者前面你跟车太近啊 我们原来在部队的时候 大这个编队行车 要求车距是50米 有时候你距离近了之后 他就提醒你啊 太近了 你赶紧刹车 结果你没听着 或者打瞌睡了 他就帮你刹车 那这个很厉害吧 他就把人的驾驭的能力 和计算机的自动控制能力 结合起来 如果说不走正道 你累了 有时候困了 打嘴 我有时候中午 困了之后 他就不走 蛇行走 这个时候他一看 因为他下边主动扫描 那个交通线啊 道路画的那个白线 他一看你老来回蛇行走 他就提醒你 你不能老子不走正道啊 你就歪了 你还不听 不听他自动帮你救骗 这挺好玩啊 还有我给他总结 叫月亮走我也走 我我这个开过那个车 原来刚出来的时候叫定速巡航 就是高速上啊 一看没啥车 限速比方说八十 我把它定在八十 好我这个脚就可以离开了啊 就不放在那个油门那个地方 他自己八十公里一直往下走 突然前面出个情况 我一脚刹车下去完了 定速巡航给解除了 啊就不行了 这个CT6特别好玩 CT6你你你你不用管他 你定到八十公里 定到八十公里 前方车刹车了 刹车以后他主动的给你降低 跟那个车还保持五十米的车距 啊这个这个 他就智能的主动巡航 自动的保持定速 啊前方车快了 他就又快了 啊你快我也快 你慢我也慢 啊自适应 这这样一个技术很厉害 另外呢咱们过去中文说 马王爷三只眼 二郎绳这就是中间脑门还有一只眼 背后 后脑勺子还长一只眼 现在他这上面那个反光镜 我们现在这个反光镜 老车的反光镜特别麻烦 后边大灯一照以后 他就特别刺眼 包括两边那个东西 以后呢把他改了 改了以后就是一个光点不刺眼了 不刺眼但是还是反射 啊后视镜还是反射 他这个在P后的装两个摄像头 一个摄像头是造成影像 还有一个摄像头 他是干什么呢 是流媒体 就把后边的东西拍摄过来 他前面这个后视镜 就能起到一个高清晰度的 一个显示屏的作用 哇这太牛了啊 这太牛了 其实现在这个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你想到他一定能做到 啊 这个后脑勺长眼睛了啊 你倒车的时候根本不用回头看 那是完全没必要啊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 给大家从这个美国啊 陆军一号啊 总统专车啊 讲起 给大家讲了这个美国的军营高科技 用到的这个啊 像凯特拉克这种汽车上 这个太厉害 就是军转民嘛 啊 我们知道最先进的技术 首先用于军队啊 慢慢慢慢用一用 他就转到民舰了 因为技术 他都有个解密期嘛 啊 呃 所以九一 一九九一年的说 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给大家解说战争 就说啊 美国都用上手持式的GPS 大家说什么 叫手持式的GPS 说美国拿了几十个到战场用的不错 哎呀 我们就找了好多图片 说说这是干什么 那是干什么 就感觉那GPS好神呢啊 说现在你在跟大家讲什么导航啊 就大家说你太捞了啊 谁不知道导航啊 谁都有手机 我我我我叫个车 车载导航 手机导航 你是谁 你是往哪去 你在什么地方 都清清楚楚 现在咱们这个不 不是光用GPS了 北斗导航几十个卫星发售以后 将来就更扭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技术啊 啊 这个长期的合成时期 有很多先进的军用黑科技 军用高科技 慢慢慢慢都 哎 用在民用啊 包括汽车啊 这样自行车呀 这样的上面 所以提高这个工作效能 服务生活 让大家的生活质量更高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